你想想 其实老人最怕寂寞 咱俩平时工作这么忙 哪有时间陪他呀 祝祝他很孤独 其实我倒觉得 他选择金凤阿姨挺好的 起码在生活上 他能够细心照顾他 咱们俩工作起来也可以放心啊 你就不要棒打鸳鸯了 好吗 小鹏 小鹏 喂 阿姨 好 你马上来 小鹏 是不是就这样呢 老婆 你醒了 对不起啊 全都是因为我 你说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 我怎么跟小鹏交代呀 我说 小鹏 别说 我知道没有什么意思 快点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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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爸 爸 你说话呀 你别这样 爸 爸 对不起啊 小鹏 今天这个事主要都怪我 不过大夫说 外伤倒是没什么 主要是因为情绪激动 所以他的心脏病复发了 说观察两天就好了 你出来一下 我有话跟你说 说说 玏琢 الظ Mos嫩 晓鸯不是小孩 他明白事理 小鹏 对不起啊 我就一把没拉住他 他就摔在那儿了 你说这些还有用吗 我爸现在都躺在医院了 万一有个三长两短 我怎么办 你听我们想过吗 小鹏 我也不想这样啊 你爸一定要拽着我 让我跟他一块儿去 arl O Sent 请您来时来照顾我爸的 他的身体状况你清楚吧 他经不起折腾 你这骑马的工作都没做好 你瞎琢磨些什么的 是 我爸性格内向 平常很少和别的人接触 尤其是我妈走了以后 她挺孤独的 也空虚 这家里面除了您就是她 也许就补了这个空缺了 可这都是暂时的 您想过吗 如果你们现在 强行地走在一起 彼此掩藏了很多东西 以后会露出来的 到时候不痛苦吗 会更痛苦 那倒不会 我和你爸挺谈得来的 我们两个人在一起 就像是一家人一样 金发阿姨 你们俩怎么可能谈得来呢 这谈平面几盒 谈圆直曲线 你们不可能有共同语言 小鹏 在一块儿过日子 不用懂这些事吧 如果您真的关心我爸的话 想让他有一个很好的晚年的话 我求求您 您放手吧 您给我爸一个自由 给我们家一个安宁好吗 别再折腾他了 我觉得你把我想歪了 我和你爸我们确实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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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归有自知之明 您记着 我不可能让你取代我妈的位置 该说的我都说完了 这是您两个月的工资 拿着 该怎么办 我想您应该清楚 叔叔 你要什么 这个吗 这个吗 好 阿姨 叔叔 叔叔 白总 我爸的情况怎么样 没事啊 老汪 你可得早点好起来呀 家里这么大的房子空着呢 咱不跟人在这儿挤床位 喂 小鹏 你在哪儿呢 家 回家干什么 清理忙碌 喂 饿吗 老汪 我回去给你熬点绿豆汤吧 现在你呀就什么都不要想 睡一觉病就好了 那我去了啊 小鹏 小鹏 咱物 你 好 你 你 你 感谢观看